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妙阿姨 妙阿姨 怎么了 皮小弟 你看 皮小弟 你怎么穿起小时候的衣服呀 太小了吧 这哪里是小时候的衣服 这是妈妈前阵子才买给我的新衣服 那怎么这么小一件 哎呀 本来是很和善的 都是我妈啦 自作聪明 你妈妈自作聪明 怎么说呢 妈妈说新衣服 上面有不好的东西 要先洗一洗才能穿 才不会皮肤过敏 那没错呀 妈妈也是为你好啊 可是 妈妈害我的衣服 缩水 不能穿了 哈 皮小弟 你妈妈不是故意的 而且她也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啊 可是 哎 你这情形啊 妙阿姨有个朋友 叫阿强大叔的 他也遇过这种问题哦 阿强大叔 他的衣服也缩水了 他的麻烦比你的严重多了 想不想听听阿强大叔 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呀 啥 赶快说给我听听 嗯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阿强大叔的幸福七分库 阿强大叔最近没开眼笑的 因为要跟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见面了 这可是件大事哦 所以阿强去买了一条新裤子 想穿得帅帅的去参加同学会 但是他买的这条裤子啊 太长了 想请家人把它改短十公分 他先找他的母亲帮忙 把裤子改短十公分 可是母亲说 我年纪大了 眼睛也不行了 传针 印线 缝衣服 很吃力的呀 阿强心想 母亲年纪大了 实在是不应该麻烦他的 所以他拿着裤子 去找正在厨房煮菜的太太 要太太帮忙把裤子改短十公分 阿强的太太正忙着不可开交呢 就急着回答他 哎哟 不行了 我每天忙这么多的家事 哪有时间帮你改裤子啊 阿强虽然碰了钉子 不过他没有生气 心想 太太很辛苦 每天有做不完的家事 实在不应该麻烦太太的 刚好他看到女儿急忙地经过 就喊住女儿说 哎 女儿啊 可不可以帮我改裤子 只要剪短十公分就好了 女儿匆忙地回答 不行啦 我和朋友有约 快来不及咯 女儿一说完就出门了 阿强虽然遭到母亲 太太 女儿的拒绝 他并没有生气 反而自我安慰地说 哎 谁说参加同学会 一定要穿新的裤子啊 明天 我还是穿旧的去 也没关系了 于是阿强把新的裤子 放在客厅的桌上 就去睡觉了 之后 阿强的母亲经过了客厅 看到了裤子 心里想 儿子平常很孝顺 今天难得找我帮忙 我怎么可以让他失望呢 于是母亲就拿起剪刀 把裤子剪了十公分 再缝好 就安心地去睡觉了 随后 阿强的太太也经过 看到了裤子 心想 今天我对先生那么凶 他都没有生气 真是对不起他 好吧 还是帮他把裤子改好 让他开心开心吧 于是 太太把裤子拿了起来 也剪了十公分 缝好 折好 然后满意地去睡觉了 不久 女儿也回来了 看到桌上的裤子 心想 今天那么急着出门 拒绝了爸爸的请求 平常爸爸也对我很好 我应该要好好地 报答他才对 女儿想了想 就拿起了裤子 再剪十公分 缝好 然后带着微笑 去休息了 隔天起床 阿强的母亲说 儿子 裤子改好了啊 剪十公分 等一下你传传看啊 阿强想 还是母亲好 不久 太太也从厨房出来了 说 你的新裤子 我改好了 剪十公分啊 阿强瞪大了眼睛 看着裤子 女儿此时 也睡眼惺忪地 从房里出来说 爸爸 裤子改好了 剪十公分 阿强大叔愣了一下 就开怀地大笑 我今天参加同学会 就要穿这条 最棒的七分枯去 因为它有着 我的母亲 太太和女儿 对我的关爱跟体贴 哇 真是太幸福了 可怜的阿强大叔 新裤子 跑他了 是吗 这得看你怎么想咯 阿强大叔觉得 这是幸福哦 哦 因为他能看到家人 对他的体贴 每个人对幸福的感觉 可能不太一样 不过千万不要 人在福中不知福哦 哦 我有妈妈 这么用心地照顾我 真的很幸福 所以阿强大叔 有条幸福的七分裤 那你有 我有件幸福的缩水衣 那么我可以和幸福的皮小弟 一起向上帝 做感恩祷告了吗 当然可以了哦 小朋友 你也和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亲爱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赐给我满满的恩典 谢谢你赐给我满满的恩典 让我每天可以学习感恩 让我每天可以学习感恩 请你给我不一样的眼光 请你给我不一样的眼光 去发现生活中的幸福 去发现生活中的幸福 请你带领我 请你带领我 让我天天经历幸福的生活 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愿上帝赐给每一位小朋友 平安喜乐 还有满满的幸福 下次同一时间再见咯 小朋友再见 高山来欢呼 残美我的祷耶稣 炫耀你无比的爱 牺牲着书 高山来欢呼 残美我的祷耶稣 尊贵全能的祷 高山来欢呼 残美我的祷耶稣 尊贵全能的祷